童话故事里的灰姑娘一直是广大女性的羡慕对象 有个女演员名字叫吉祥 出生很普通 曾经已演过不少戏 但都是打加油的角色 她最有名的角色是她刚出道时演的 也就是都是天使惹的货里面那个 一脸花痴的李宝玲 其实完全是为了衬托女主李小璐而存在的 当时可以扮扯的吉祥 还所被弟子长得丑 相比于吉祥的低知名度 丁子俊应该不少人都知道 出道二十几年也没什么绯闻 还是江江城中有名的钻石太子爷 而丁子俊是丁家的长房长子 他还有个堂弟丁子高 丁子高的媳妇是天后杨清化 虽然是韩志金钥匙出生 丁子俊的闲事作风 一点都不负二代 为了彻底断了自己负二代的后路 丁子俊甚至将他奶奶留给他的遗产全捐了 丁子俊在内地发展期间 因着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遇到了杭州姑娘吉祥 而且对吉祥已经中情 两人交往不过三年 吉祥便悄悄跟丁子俊领了账 2011年 丁子俊跟吉祥在杭州开外酒店 不办了一场超级豪华的婚礼 吉祥的婚纱珠宝 以及婚纱场景 都是丁子俊一手设计的 婚后丁子俊常以杭州女婿自居 而因为吉祥已经吸引多年 丁子俊先手在微博秀恩爱 不过 真撒起狗粮来 也是毫不手软 2013年 在两人相遇十年的日子 丁子俊特意发文告白妻子 而配的照片里 吉祥满脸幸福地因为在丁子俊怀里 不用想都知道 他们过得有多甜蜜